从前,在一条宁静的森林溪流中,一只名叫萨米的小鲑鱼在游泳。 萨米在他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,安全地生活在靠近溪流边缘的潜水区,但现在,随着他越来越大,越来越强壮,他已经准备好探索更广阔的世界。 一天,当萨米游到更深的水域时,他发现远处有什么东西。一开始他没看清那是什么,游进了才发现那是一只驼鹿。 萨米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。 萨米在小溪岸边茂密的草地上吃草,当萨米走近时,他不禁惊叹不已。 萨米在小溪岸边茂密的草地上吃草,当萨米走近时,他不禁惊叹不已。 萨米曾经说过这些巨型生物的故事,但他以前从未真正见过。 萨米注视着,陀路抬起头,直勾勾地看着他。 有那么一会儿,萨米吓坏了,但随后陀路又回去吃草了。 萨米意识到陀路对他没有威胁,他感到惊奇和好奇。 从那天起,萨米经常游到更深的水域看陀路。 他对这种动物的体型和优雅着迷,甚至开始从陀路的行为中学习。 他观察陀路如何缓慢,而从容地移动,从不浪费精力获利起。 萨米意识到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萨米知道他必须离开溪流,冒险进入大海。 他感到有点害怕,但他也感到自信和坚强。 他知道他已经从陀路身上学到了宝贵的教训,他准备好迎接未来的任何挑战。 在海里游了几个月之后,萨米已经长成了一条强壮的成年鲑鱼。 他遇到过许多障碍,遇到过许多不同的生物,但他看着陀路的时间教会了他宝贵的经验,帮助他活了下来。 随着萨米返回产卵地的时间到了,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只交给他很多东西的陀路。 随着萨米返回产卵地的时间到了,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只交给他很多东西的陀路。 渴望最后一次见到这只陀路。 当他到达他第一次看到陀路的地方时,他欣喜若狂地看到他还在西边吃草。 萨米游近了,陀路抬头认出了他。在萨米继续他的旅程上游产卵并完成他的生命周期之前,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。 。 这对萨米来说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时刻,但他知道他会永远记住从陀路身上学到的教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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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